很多以前在《蘋果一報》的主持人 現在都是在監督裏面 現在還沒有進行審證沒有定罪 可是他們已經在監督裏面差不多一年了 而且很多以前的新聞工作者 他們都很擔心他們以前寫的一些報道文章 都可能有問題 我知道很多以前曾經為《蘋果日報》 為《歷史新聞》寫捐拿的一些人 他們現在都很開心了 現在還有一兩份所謂的比較自由的報章 可是他們都很嚴重審查 就是說他們自動的把一些門桿的課題 都在進行這個報道 早前一些有一個媒體的記者 在政府的發布會 關了一個問題 然後就讓這個左派組織 一些參見機的組織 把它恐追盲打 說它不應付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就破壞這個團結 所以這樣隨意地扣這個政治的拇指 不單是對這個半部這樣有影響 這是對前線的記者 對寫文這樣都有影響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一個處境 所以它現在這個排名掉到145 我真的一點都不意外